医院外面可不可以抽烟 车站的外面可不可以抽烟 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车站里面浸烟 但是很多人可能忘了 包括了医院台北车站等等公共场合建筑物外 其实十公尺以内也是不可以抽烟的 但是很多旅客一走出了站 那个冷气门一关起来 好到外面就想说啊这边可以抽了 马上点一支烟来 这已经触法咯 可以出两千块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镜头往台北车站东三门远调 只见旅客一走出自动门 就马上点烟 大啦啦在禁烟标示前吞云突兀 甚至有人一脚都还在自动门内吹冷气 另一头伸长了脖子在门外一解烟影 这样的行为其实已经违法 车站内禁止吸烟 大家都知道很多隐君子一走出车站就急忙点烟 不过事实上呢 车站内十公尺通通都属于禁烟范围 然后有的时候烟的话会因为自动门的关系 然后又会飘进去大天里 就走出来就很自然就开始点烟这样 那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太好 有一点 我觉得要严格一点 根据烟害防治法 医院车站外自定一定范围内禁止吸烟 为这可罚两千到一万元的罚款 以台北车站为例 明明规定车站外十公尺内是禁烟区 不过光是南门这一侧就可以抓到五个人同时在禁烟区内 公然违法吸烟 我们都会定期或不定期的派有警察人员在那边巡逻 也请吸烟者能够尊重其他的民众不惜二手烟的一个权利 地上形同虚设的禁烟界限磨损严重 连字都看不清楚 也难怪民众当没看见 虽然老半天都没看到警方取缔违规吸烟 但其实像这样被拍个正着 全民当狗仔 只要被拍到告发 小心吃上罚单 终于新闻黄一群陈乃鱼 台北报了